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香港人經常生活忙碌 飲食不定時 運動未必做足 所以有很多人 到某一個歲數開始 對自己的身體開始留意 健康 很多人到三十幾四十歲 就開始說養生 要養生 要保持健康 預防自己年紀大的時候 有什麼冬瓜豆腐 今天我們和大家講這個話題 其實就沒有分幾多歲 因為這個問題 也轉去年輕化 是什麼話題呢? 就是中風 沒錯就是中風 其實這也是一個非常都市的殺手病 突然之間來 無色無色的 是不是真的無色無色的呢? 如果中風有什麼辦法 可以真的可以幫助 預防中風呢? 又或者有什麼可以治療呢? 又或者這樣說 我們怎樣可以了解到 預防一下自己有沒有機會 好像有小中風 中風的徵兆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這個話題 好,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當然 在香港 你說中風 就是腦血管 其實在香港來說 另一個話題 對於腦就是腦退化 其實我們香港人 都面對這些問題 都是很厲害的 因為我們先說腦退化 先說腦退化 這個話題 在香港來說 有個研究報告指出 香港到2039年 大概會超過30萬人 患有腦退化症 其實這個腦退化症 也是很麻煩 跟我們腦部有息息相關 有人就說 應該怎樣去做很多事情 其實在網上有很多醫學報告 或者有很多醫學方法 有機會的 我在這方面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 因為有醫生去做一個研究 預防腦退化症當中 他們發現到做一些事情 更加有機會可以防倒中風 是怎樣呢 原來就是關於我們平時行路的方式 我們平時行路的方式 只要可以留意一下 或者試一下 學一下 有35% 減低35% 於防中風 那是什麼呢 我們首先 現在告訴大家 行路方式 就是 大步伐 怎樣叫大步伐 你不要碎步 好像很細細步 大步伐過 大步伐過 不需要那麼大步 即是 步伐開大一點 可能你一開始會有些怪的 不需要那麼擔心 醫生就說 你一小小小小小小小 慢慢走 不用走得那麼急 最重要就是 揽開大一點的步伐 好了 第二件事 就是行路的速度 行路速度要快到心跳加速 喘氣為佳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慢跑 因為你要提高自己的心跳率 這件事就可以做到運動效果 香港的行路急速當然了 但行路急速不代表大步 這件事可以試一下 因為這件事可以減少35%的中風機會 好了 講完這件事之後 因為這件事跟腦退化有關 但是我們今次講中風 究竟是什麼叫中風 為什麼現在開始年輕化呢 中風又叫做腦血管事件 又或者叫做腦血管意外 很多不同的學名 在世衛上面的定義 在70年代的時候 就講到 24小時以上 腦神經功能選缺 或者24小時內死亡 中風的定義中的24小時 是用來區別暫時性的腦血 這樣 中風患者如果能夠盡快接受治療 可以減少永久傷害的機會 而講到第一次中風中過風的患者 五年內有10% 第二次再中風 中風有兩個類型 第一個類型就是由血管阻塞 造成的血管性腦中風 一種是由出血造成的出血性腦中風 可能是講到腦周邊的出血 或者腦周康室出血 由於有瘤或者血管K型的造成 無論是缺血 或者出血 都會造成腦功能異常 中風的後遺症通常很快就會出現 這件事 我亦可以告訴大家 原來中風是這樣的 當然 有人說 我不是幾十歲 有些人覺得這些事會幾十歲才發生 其實告訴你原來不是 有很多年輕人都會 例如長期吹冷氣 會突然半邊面炭 都是這些中風 小中風 好了 現在說到 有些人覺得 為何會覺得 比較大年紀的人才會有這些問題 因為 心血管 長期吃煙喝酒 肥 容易中風 但問題是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會這樣 為何呢 因為就是飲食關係 經常吃好東西 又煙又油 又糖又油 總之什麼都有 再加上 你用很多電子產品 大家都知道 低頭軸 那些頸的動物 可能整個壓迫 可能經過 有人這樣說 日本 頸 我們頸 有些動物的血管 有時候說 按摩 為何會有機會 中風 馬上風 出現 可能我們血管裡面 有些雜質 可能跟我們飲食有關 它就停留在血管裡面 黏在血管壁 可能有時候我們按摩 按摩 按摩 它受到壓力的時候 那些裡面的血塊也好 或者雜物也好 就會脫下 然後 血液循環 上了腦 我們頸的血管 是比腦的血管 比較粗 而那些阻塞物 一上去 腦上的血管 就會堵塞 有機會隨時形成中風 所以你不要以為 很多時候 沒事沒事 其實都很多 真的有事 好了 當然 又或者 某程度上 可能遇到一些意外 突然撞擊 裡面的血管 撕裂了 會堵塞到 腦血管 就形成中風 好了 剛才說過 有兩款 一款是缺血 一款是出血 原來有分 小中風 小中風和中風 什麼叫小中風呢 就是原來 中風症狀在24小時內 回復到正常 可以回復回復 沒事的 叫小中風 專業名稱他們 叫TIA 短暫性缺血發作 跟一般中風的情況差異 只有時間長短 但是後來 形成中風的機會率都很高 我們首先和大家看看 檢查一下自己 有沒有以下的精兆呢 如果有的話 那就真的要留意一下 手腳 面部 突然之間麻痺武力 尤其是單邊 這個我相信 有些人會說 糟了 糟了 我覺得這件事有幾個情況 跟我們的姿勢 可能跟我們的骨頭走的位 壓住神經線也有關 等同有些人坐骨神經痛 是的 那些坐骨神經痛 原來可能我們的關節 可能骨頭走的位 你以為 糟了 如果這樣說 是不是中風呢 先檢查一下 先檢查一下 要檢查一下 有時候沒關係 不要移病症 這件事就不要移病症 這是其中一個 可能是有機會有 第二 我相信這件事 大家看劇都見過 突然之間中風 或者中風先兆 就是突然很累 說話來來 或者聽不到別人說 你的腦子開始缺氧 你缺血 你缺 人開始失去控制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然後 然後就 就中風了 這件事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單眼或者雙眼 視力突然模糊 這件事有人說 糟了 我玩電話多都會 所以叫你不要玩這麼多電話 低頭速 這件事也是 第四件事 舉步困難 突然會暈倒 甚至乎走路 都不會打到退 是會很容易 失去平衡 不會協調 有時候人很有趣 走路 你會突然之間 舉例 你不是跑馬 不是跑馬出正腳 右腳先走 左腳右腳 左腳 有時候可能你真的 卡在這裡 右右左 明明右左 或者左右左右 走 不是 為什麼會這樣 開始 腦子 控制不了身體上的肌肉 又或者一件事 可能很多香港人都會有 突然不明原因的頭痛 好像痛到爆炸 痛到想死 死了 我有兩件事都中 死了 我們看看醫生 如果有這些症狀 盡快把握黃金三小時 送到醫院 以免造成遺憾 當然 避免中風 想維持身體健康 當然是有些正常休息 運動下 好了 說到 如果有人真的萬一中風 或者預防中風 那應該怎麼做呢 有人就說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預防一下 是的 當然 如果你真的中風 或者身邊有朋友不幸中風 應該是怎樣 應該怎樣處理 原來有一種物質 是可以幫到它 就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維他命E 這種維他命E 就叫做生育三稀粉 不是米粉的粉 而是分 三肉三稀分 英文叫做tocatrino 那怎麼寫呢 有人會問 我想找的 怎麼找呢 生育 生育 生命的生育 體育的肉 一二三個三 稀就是火字邊做希望的稀 生育 生育三稀分 生育三稀分 英文叫做tocatrino tocatrino 你可以上網找 其實也是那些濕嫲文的東西 原來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裡面其中有 例如alpha 這個生育三稀分 其中說到alpha 裡面這隻生育三稀分 是能夠預防中風引起的神經退化的 它是比普通的生育分 是強一千倍的 所以有專家就說 如果萬一真的中風 情況許可的時候 就是讓患者去吃這件事 但是也可以做一個預防 如果剛才好像真的tocatrino 你察覺到你的手手腳腳 有問題 說話開始黏你筋 好像不太靈利 剛才我們那五點其中有幾樣東西 好像真的似是的話 你就可以吃這件事 去預防的 因為它是能夠保住你 更加免受更多大的損害 那一天可以買來備用 你中風後之後 就可以做復原 都是可以幫助你快速復原的 所以告訴你 無論 即是說 有人建議 就吃四份 一天分開吃 就不要跟這個生育分 混在一起吃 這樣 因為裡面這個生育三稀分 它是會有不同的配搭 其中有Alpha,Brabble,Gamma,Delta 這些是混在一起的維他命E 這件事就 告訴你 其實原來 在學術來說 真的 因為根據馬來西亞國家中風協會說 他們 拿這個維他命E 做一個試煉 試煉 他又發覺真的挺有用的 是能夠改善你的健康和預防疾病 對保護你的腦細胞也是有效果的 更加可以預防中風復發 它又是屬於濕嫖民 也有一種叫中鋁 生育三稀分 它是中鋁由提煉出來的維他命E 它是具有神經保護的功能 所以這件事 專家就拿了一些中風狗做實驗 他們試過 這件事叫做生育三稀分 給一些中風狗 每天吃200個mg 10個星期 發現有服用濕嫖民的狗狗 的腦細胞 破壞程度減少 中風位置的血流量也改善 這件事也是 有人試過做病人的臨床實驗 發現都可以預防中風 所以我告訴你 亦可以保護到腦細胞 這件事亦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都要預防一下 不同的各方面 身體突如其來的事情 萬一真的有什麼事件 我們怎樣處理 當然有人會用高壓氧去處理 但不是人人都容易做到 你說預防一刻 我們有這些濕嫖民 可以找到 我剛才說的名字 可能有人真的找到 我在Google是找到的 這件事我都告訴大家 不是找不到 我也是找過有的 所以這件事不需要擔心 我看到網上賣的都不是很貴的 他們寫的都是維他命E 這件事大家可以自己 百多元一瓶 自己可以研究一下 當然 最好的方法是 做多些運動 健康的飲食 所有的東西都是 有一個強健的體魄 經常說 出汗太陽 有很多天然的東西可以帶給我們 我們不需要吃這麼多濕嫖民 但是對於人們 可能需要康復的 或者他真的不幸中了風 他在這個康復過程中 進展緩慢 不妨問一下醫生專業的意見 這個好像有點下 有沒有問題?因為這是營養補充劑 不妨可以研究一下 今集時間到這裡 希望可以帶出一些新的資訊給大家 拜拜